这本书的书名叫 Python程式设计技巧发展运算思维 也是和一般的民众参加APCS先修检测 特别是高中生 这本书是疾风资讯出版 好我们现在要来跟各位谈论第九章 前面的书从第一章到第八章讲的就是背景 程式语言的介绍 程式语言的编辑工具 程式语言的指令 跟简单的程式概念 那讲过了函数数资料结构以后 现在开始了 我们找出五题 五个题目 让初学者就可以进来玩了 第一个就是九九成花表 前面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九九成花表它最主要是给各位练习双回圈 跟Print的格式 废式数列 它最主要是给各位练 Fonex 或者是YO 程式的循环 跟程式资料的循环交换 九四三主要的就是IF指令 叫拆数字游戏就是判断你拆的字是对还是错 九支是最大功因素 它跟Face系列有一点像 那不太一样的就是它要加入一些逻辑方法 我们用反转相处法 GCD是一般写程式的人都会学到的 九至五就是数字转换 那各位更应该知道了 把十进字转成二进字八进字或十六进字 第五个题目如果不是资讯相关科系 可能对数字的转换系统比较陌生 但是没有关系 学习嘛 就是要把不知道的多学一点 好 我们的基本程式刚才讲过的就是这五个 那我们先来看看画面 这边有一个流程图 要印九九存花表呢 它就是开始 以后 我们是不是先把程式 我先把程式呼叫下来 好 那程式在这里 九支一的九九存花表 好 程式就只有三行 然后再把程式 交到这里来 好 Find New 丢上来 再把它run 用这个 如果科会是从第一章一直看到这里 对这一题绝对不陌生 因为我们讲了很多次 那这一题最主要就是 会学双回圈 还有print指令 还有回圈里面的起始值 中指值 还有如果不跳行的话 要跟着印你要用什么指令 然后格式的参照 这样子的话它就会印出九九存花表 那这九九存花表 因为它是参照百分比三地 所以它这里就会留三格 每一个字都 都是留三格 那18的话就在18前面留一个空白 大致就是这样 而且它每一个数字之间也有一个空白分隔 这里有一个空白 那各位可以去改变这边的数字 然后去 了解程式的运作过程 我常常都会鼓励学生说 如果你要学一个程式的追踪 请在这里加上print i 挂号 i 等于 挂号 i 挂号 i 好 那 它这样会下跳一行 会下跳 我们不让它下跳 就要加and 等于 帖帖 就把它run 它就會說 i 的一行的時候印這個 i 等於一印這一行 i 等於二就是這樣 這是很清楚的 我也可以叫它 end 裡面用一條線 它這邊就多了一條線 那 j 每一次 j 它等於多少 我們可以叫它一進來這裡以後 再一個 j 等於多少 好那這樣子的話 它每要一個數字就先說 那時候 j 是多少 這個是追蹤數據列印的最好方法 那 z 等於我們希望在 z 的前面留一個空白 好 這樣可以看得更清楚 在 z 的前面留一個空白 它的前面空白 空白這樣資料的分割會非常清楚 好 再把它加大一點 那各位看看 i 等於一的時候 z 等於一印這個 z 等於二 好 這樣在最終數據非常清楚 各位可以參考 好 那既然我們有結果了 有程式了 我們來看看流程圖 那流程圖呢 我們在比對著乘4 來看 在這裡 對照著乘4 在這裡 等於一印這個位置 然後 和 i 等於一印的 1到10 它就1 字 上是1到9 因為這個要加1嘛 那再來 z 是1到9 然後印 i 乘J 要印出i乘z 那i乘z它是有格式的 刚才我们兜了两行 只是为了要知道i多少是要印多少 然后这边呢 就i next就回来了 看看i需不需要中止 中止就结束 没有中止呢就循环回来 好这是跟各位讲的第一个程式 那我们有很多种方法 各位可以回到第 第二章吧 里面就有很多的五种印 丢角成华表的方法 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这个也是程式 执行结果是这样 我们看第二个就是 废式数列 那废式数列 我们照样先把程式叫出来 先把程式叫出来 废式数列 好在这里 层次就在这个地方 我会把程式叫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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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会把程式叫出来 把程式叫出來以後呢 我們也要把程式先執行一次 好 它的執行結果就是這樣 01就是向了後面這一個 那你仔細看 每一個數都是前兩個數相加 所以呢 我們先來看看它的流程圖 流程圖比較小 我們可以把它加大一點 好這是費斯數列的流程圖 那在參考程式 印出1000以內的費斯數列 所以N等1000 A跟B都先設定等於 A等於B等於N到1000 然後就印A等號B 它當然就印01囉 然後這樣如果A加B小1000 當然它沒有小1 所以它會一直印印到 它會一直印 好這樣子剛剛好 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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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個字小於1000 好 當A加B小於N C就 小1000就做C加 C等A加B 這個是最最最最簡單的方法 沒有比這個更簡單的 Print C 每個字小於D是01 然後你現在Print C C就是兩個相加當然是1 然後A本來是0 現在變成1 B點來是1 現在還是1 那C等A加B 這次就變成2了 變成2 所以就這樣循環加 如果各位還要更知道它的邏輯 我們這邊有畫一張圖 各位把這張圖看一看 在程式裡面 我們來對照這個程式 對照這個程式 還有它的結果 還有它的結果 這個程式說 A等於0 V等於1 在這裡 N等於1000 這先放在旁邊 當A加B小於N當然小於 所以現在C等於A加B C在 這裡C C等於A加B 1 接下來 Point C 剛才0已經用完了 現在用1 A等於V 就把A丟到 把 A丟到V來 A丟到V來 就是丟到這裡 把V丟到A 把V丟到A 在這裡 V丟到A丟過去 再把C丟到V 再把C在這裡丟到V 因為這一行是A這種V 然後C等A加V 就是這個2 然後就印了 看看它有沒有小於1000 然後現在再來都是先把V丟到A 把C丟到V 再印 把V丟到A 把C丟到V 再印 大概就是這樣 這個匯圈 看了這個圖 你會很清楚 它就會印出這樣的結果 好這是跟各位介紹的 第二題 印廢式數列 第三題要介紹的是 猜數字遊戲 那猜數字遊戲 如果你要寫得完整的話 你要好剛開始 告訴人家範圍1到100 請你猜個數 那你要減價猜個數以前 你電腦必須產生一個亂數 1到100之間 讓使用者去跟這個比對 那使用者就開始猜了 每猜一次 他就要記住他猜個幾次了 還有去看看他這個值 跟電腦那個亂數有沒有一樣 如果比那個大就要印出太大 如果以這個小就要印出太小 好我們要先玩一次這個程式 先看看一下這個程式 這是他的邏輯 回來我們再來談他的邏輯 這裡他執行的結果就是這樣 好我們執行程式第一次 他問你說請你數一個數字 你說50 他說太小 你已經猜了一次了 那你就猜大一點75 我們都是用二分法 75呢 欸一次是猜對了 應該要答應75 我們再來 再亂一次 第0次開始 1到50 1到100猜50 然後太小 那太小我就猜 再大一點75 然後太小 那我就82 然後82他還說太小我就說90 90 90太小了95 95他太小了97 才對的 他問你要不要再猜 這就是這個程式 那我們程式怎麼寫 這個程式怎麼寫 我們來看流程圖 看流程圖 好在這裡 剛開始 那當然要對照程式來看 你會比較容易 那程式的話我先把它下載 好 先下載 好 那在這裡 猜疑數字是第五題 看看這個程式叫什麼名字 看看這個程式叫什麼名字 好在這邊 1的 guess number之2 1 guess number之2 1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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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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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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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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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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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 2 3 3 2 2 else 否則就說猜對了 你已經猜幾次答案是多少 好現在他說太大那我們就小一點 小一點就50的一半 25 太小 那我們就要求25跟50之間 25跟50之間 37 太大 那37到25之間 37到25之間就31 太小 所以31到37之間 34 太大 那就33到31之間 哇 太想要勝3了 好他說你6次才猜對 所以各位把這個程式看完以後看這個流程圖 看了這個流程圖對照流程圖 剛開始 C等於0 gas等於0 Play等於大寫Y或小寫Y 然後乱數產生一個N就進來了 如果不等於 就開始往下走 就繼續猜數字 每一次要加1 C要C等於C加1 然後用Gas跟N就比較 如果太小就運出太小 太大就運出太大 然後再產生一個新的亂數 然後 這應該猜對的時候啦 猜對的時候C才設為0 這個C等於C加1嘛 這往下走 這回簽應該是要在 是否繼續完的下面這兩個對調 這兩個對調 沒有關係各位知道這兩個對調 是每猜對了才有 猜對了 猜對了要C等於 然後這個要移到左邊 是我繼續完 在產生界 其實我好像先把它 先在L10裡面 L10裡面 其實等於Y4猜對了 猜對了 好這個應該把它 寫在左邊 這個要寫在左邊 好這就是整個流程 各位就嘗試著自己寫看看 先把流程先用紙畫起來 然後再把寫程式的指令再執行看看 這個都是每一個程式的 運算的發展 程式發展的流程 這裡我們現在要來討論的 主題就是最大供應數 英文叫 Greatest Common Divider 那輸入兩個數 比如說12跟18 18 我們要算這兩個數的最大供應數是多少 那最大供應數用眼睛看 可能是6 6 6能夠拿來貝塔儲也可以拿來貝塔儲 那我們的邏輯方法是會先這麼做 各位要看邏輯方法 必須先看這個 這裡 18跟2 跟48 我們用輾轉相處法 這裡畫這樣子 用2 2這邊就變成9 18除以2等於9 48除以2等於24 再接下來除以3 除以3就是3跟8 那不能再除了 123都不行了 2乘3就是我們要的 答案 執行結果是6 那現在程式剛開始的時候 它的邏輯呢 它的邏輯 邏輯這個叫短處法 但解程式的時候是用輾轉相處法 x等於18 y等於48 剛開始我們現在把它對調 讓y等於4 y比較大一點 x比較小一點 這樣才知道哪一個數要被哪一個數除 然後呢 也跟左邊一樣先用2除 2這邊變36 36它的余數就是12 12 12就把18拿來被余數除 這時候呢 y要變成18 x要變成12 然後把12呢這邊用112就寫出來 剩下6 好再循環過來呢 剛才呢 x是12現在呢 要把y變成12 x變成6 然後來除 那2612 余數是0 余數是0 代表我們要的答案 所以移數是0的時候那個除數 6 就是我們要的答案 那被除數是12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剛開始會如果x大於y 就請他對調一下 就是在這裡 x大於y 他沒有嘛 好他沒有就不用掉 因為y比較大 所以y48x等於18 然後呢 把y要m大於0 如果m大於0都要一直除 但是m等於0就沒了 這個m余數 那 程式很簡單寫 y等於x x等於m m等於y 然後除以x 就這樣往前丟 那剛才運算的過程有沒有看到 剛開始是y 就是拿y來除x 在這裡 那如果每除一次的時候 就把x丟到y 把m丟來個4 每一次的過程都是這樣 就是把被除數 把原來的除數當被除數 把原來的移數當除數 那移數一直除 除到最後 余數如果是0 那時候的x就是我們要的答案 我們再來看他的流程圖 這裡 剛開始當然要對照的程式 轉轉相處法 他讓你又去寫6 所以剛開始你可以用x等於546 y等於429 去做看看 那x y就是把他變成流程圖 y等於12 y等於12 x等於12 y等於18在這裡 那如果x帶於y就去對調一下 把兩個對調 然後呢 m等於x等於x等於y x等於y 就是每一次都做這件事 他剛對調完了就做嘛 當m帶領的時候就是 他只有程式 真正只有這一行 各位看省不省就這一行 一直在打轉 就是按照這個的概念 這個的概念 把它寫成程式 得到就是結果 我們要進入這5題裡面 比較難一點點的 叫數字的轉換 那數字的轉換 它講是10進制轉2進制 或轉8進制 或轉16進制 那我們先把程式寫成 轉2進制的 轉2進制如果可以的話 就把2進制呢 跟8進制 它那個副程式一模一樣 本來是用程式寫 現在就用副程式寫 只要它的底數是 變2或變8 它就可以算了 然後接下來就要 變成16進制 也是用同樣的函數 只不過這一次是把 它變成一個 16進位的字串 余數如果1 就印第1個字 余數如果2就印第2個字 它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先把程式執行一次 程式的執行 好我們來看這個程式會已經叫出來了 那 上面有一個流程圖 這是流程圖 我們先把程式看一下 在這裡 也把它的結果看一下 在這裡 比如說如果輸入一個數字18 它二進制就是10010 我輸入 18它的 8進制就是22 為什麼 因為2乘16是 8進制 8進制 2乘8的一次方 2816再加8的0次方2 就是18 16進制就是 16的一次方 16加2 就是18 好 這各位看一下那個 數字系統的轉換 那 剛開始我們可以把它寫一個 互乘4 這個互乘4 如果你基底 這個這個數 是2 它上去 就變2進位 這個數是8 它上去就是 8進位 16 它就是 16進位 對 呃 程式就是先是定 第17點18就印出 10進制是第1718 2進制就把它叫到副程式來 把18放在第17對應到第17 把2單位 ns 就是它的 number system的底數 所以就n等於18開始算 那h字算是這樣 然後如果n 等於0 x就變成0 沒有的話就繼續做了 n等於0的話 我們輸入如果 這個是只有考慮輸入如果是0的時候了 就限定出0了 如果沒有的話當就是這樣 它其實只有一行 各位看看只有一行 那這一行就是把n拿來除 我們這個數字系統的 底數 基數 好 然後再來就是 這個字串要累加 因為等一下要印這個字串 所以它在這裡累加 那n等於n的整3 ns 把它整3放進來 然後 y就一直做到它結束 當n等於0的時候 它就return了x了 把x放到 n n s 這個變數裡面來 好 那 它因為有printer 所以就放到這裡來了 n s y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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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次 每一次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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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余數 一直累加 就是在這裡 各位看好 這裡 把18除以2 余數是0 好啊這個就累加進來了 等一下住是加在前面 把數加在前面 把這個數加在前面 把這個數加在前面 就變成10010 他每一次都去除 先除二得9 再除二得4 再除二得2 余數都有了 再除二1變成0 結束了 這個就是我們要的這一個 那我們右邊同樣也做一個748跟 748 要把它轉成16進位 那就除以16與12 12就是要印C 那就是要印 那一個字串的第12個字 跟第14個字 你有沒有看到 所以就會印2 1C 這就是16進字的轉換方法 把748除一次16等於46 以14 14要轉成1 AE12 12要轉成C 46再除以16 2312 C以14 再把14轉換成1 那轉換的方法就是 看他這個程式 這裡是不是有一個字串 看他余數多少 就接應余數的字 它其實是加在這裡 這裡就是取字串 各位仔細看 這個就是sdr字串 哪一個字到哪一個字 一直加上來 其他數字都加在x的前面 新產生的數字都在x前面 好 那我現在把它做78 把它run一次 run 但是 這裡 78 那這2進位很大 7 48 這把它run 2進位很大 2進位是 哇這麼多0 8進位 16進位 跟10進位 好 看起來是對的 也就是說用 連除法 把它的余數 一直往前加 加到最後一個 前面是0 就不用加了 好